制作简易九龙杯 相传明朝有种九龙杯 其奇妙之处在于 杯底部有个孔 连接笼柱中的管状空间 只要杯内沉水超过七分时 酒就会全部流入底座之中 我们来做一个简易的九龙杯 看看其中的原理吧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剪刀、美工刀、签字笔、可弯的吸管、沉水容器、胶带、透明塑胶杯 先在透明塑胶杯底 用签字笔画一个和可弯吸管口径一样的圆圈 先用图钉钻出小洞 再用剪刀钻出一个和吸管口径一样大的圆 将可弯吸管由杯内穿过洞中 将吸管弯头弯曲放在杯中 将吸管弯头调整到杯内一半的位置 用胶带在杯底将吸管固定起来 也将吸管与杯底的缝隙密封起来 这样就完成了 将水注入杯中 在水面尚未超过吸管弯头顶部时 水不会流出来 直到水超过吸管弯头顶部 水便会从杯底的吸管流出来 而当水面又回到吸管弯头管口位置时 水就会停止流出 如此一来就可以利用杯内吸管开口的高度 来控制杯中水量了 这是红吸原理的应用 水电池 水电池